我覺得我好像很久沒有出席時尚活動了 之前有參加過一次 可是是騎腳踏車比較健康的裝扮 所以這次想說一定要扳回一城 因為我很怕時尚界的人忘記我 也是走在時代的尖端 落地兄開高叉 辣媽小S性感出席代言活動 讓現場的人都眼睛大吃冰淇淋 我就說 我說你看S跟我可以不在 你們要放心 就是收視率還是會這麼好 結果偉忠哥就 就是劉洛叔悔恨莫及 但是那是康熙以來一直有招牌 我們來代班 康熙即將停播 小S透露自己的生活也少了個重心 好友吳佩慈才剛傳出喜訊生了第二胎 自己會不會想再拼個男丁啊 我剛剛才得知這個訊息耶 然後我就立刻那個微信他 可是他現在應該還沒有辦法回我電話 我最近又膩了耶 他神經病就好像沒有那個性質耶 然後小孩也都有很多事要麻煩 就是反女兒功課 然後又要什麼舞蹈比賽 然後老子 從小螢幕挑戰大螢幕 又要拍電影又要顧小孩 小S真的很忙啊 到底和導演康永哥會拍出怎樣的好作品呢 讓大家非常期待 又酷缺於樂 好期待小S拍電影喔 台北報導 我覺得我好像很久沒有出席時尚活動了 之前有參加過一次 可是是騎腳踏車比較健康的裝扮 所以這次想說一定要扳回一城 因為我很怕時尚界的人忘記我 也是走在時代的間段 落地胸開高叉 辣媽小S性感出席代言活動 讓現場的人都眼睛大吃冰淇淋 所以 我就說 我說你看 S跟我可以不在 你們要放心 就是收視率還是會這麼好 結果偉忠哥就 就是流露出 悔恨默契 但是那是康熙以來一直有招牌 我們來代班 康熙即將停播 小S透露自己的生活也少了個重心 好友吳佩慈才剛傳出喜訊生了第二胎 自己會不會想再拼個男丁啊 我剛剛才得知這個訊息耶 然後我就立刻那個微信他 可是他現在應該還沒有辦法回我電話 我最近又膩了耶 他最近就好像沒有那個性質耶 然後小孩也都有很多事要麻煩 女兒功課 然後又要什麼舞蹈比賽 然後老子 從小螢幕挑戰大螢幕 又要拍電影又要顧小孩 小S真的很忙啊 到底和導演康永哥會拍出怎樣的好作品呢 讓大家非常期待 又酷卻與樂 好期待小S拍電影喔 台北報導